月经碑 嗨大家好我是李慧 我回来啦 到底月经碑是什么 真的好用吗 到底怎样正确使用 因为每一次的Q&A真的都超多人问我 到底月经碑是怎样的 月经碑好不好用 然后其实是我很多很多年前就听说过 但是我到最近去年才开始使用月经碑 今天就来教大家关于月经碑的知识 然后还有破解它的迷思 月经碑呢它是透过物理性方式收集金学 达到使金学不外露的目的 它跟常见的月经棉条或者是月经棉不一样 它的用途是装月经时的金学 而不是像他们一样吸收那些金学 有些人它就会怕这个月经碑它没有办法固定 所以可能会导致那个金学外露 但是其实你只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把它放入你的阴道内 这样子它就会牢牢的吸在你的阴道内 它就不会有露出的那个现象 月经碑有五大好处 第一因为月经碑透气干爽的特性 所以可以很好的解决私密出敏感的困扰 第二是它持久而且容量很大 在使用卫生棉的状况下 无论月经量多少 其实都建议每四个小时就更换 避免细菌滋生 但是月经碑其实最多可以达到12个小时 而且一个月经碑的容量 其实就等于两片夜用的卫生棉 可以装的那个精血量 所以它其实大于卫生棉的吸收量 第三就是异味不会乱漂 因为卫生棉其实它不是放在阴道内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阻挡吸收月经血过后 卫生棉的味道在空气中散播 而月经碑是因为精血没有和空气接触 所以不会发出异味 第四安全性 使用卫生棉条的时候 如果是选择吸水性太强的款式 除了吸收那个精血之外 连阴道的分泌物都会一起吸收 这样会造成阴道内的那个环境改变 引发毒性休克症候群 很多人误以为月经碑会比卫生棉来的危险 但是其实月经碑采用的是盛装精血 而不是吸收的方式来收集精血 所以只要正确的使用感染率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事实上其实毒性休克症候群发生率 并不高 所以无论使用任何经期的卫生用品 包括卫生棉、棉条 或者月经碑的时候都要遵照指示使用 定期更换 来避免超时使用卫生用品 就能把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 第五环保省钱 由于月经碑可以信息后多次使用 所以它其实是比起卫生棉、卫生棉条 不仅能减少垃圾量对环境的负担更小 对于小知足来说 用月经碑可以代替其他抛弃式的生理用品 可以省下一大笔的开销 因为一个品质好的月经碑最少可以用5-10年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有妇科疾病的女生 最好是先去询问医生的意见 然后才来决定要不要使用月经碑 这样到底该如何使用那个月经碑呢? 第一个步骤是放入 月经碑放进去过后 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检查 以确保杯子有完全的展开 避免外露 确认的步骤第一个就是 捏着杯身或者是杯底360度慢慢的旋转几圈 以便杯子可以完全的展开 第二个步骤是用手绕着杯身摸一身 确认杯身没有明显的凹陷 最后你要轻轻拉那个手柄来检查 是否有产生小小的吸力 然后还有不容易被拉出 如果是的话就表示 杯子在阴道内已经完全的打开 并且形成那个真空的状态 然后取出的话 因为月经碑会在那个阴道内 形成真空状态来接住精血 所以取出的时候要记得先按压一下杯身 好让那个空气可以进去解除那个真空 再慢慢的取出 然后要记得不可以硬硬拔哦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tips 就是你可以想象用上大号的方式来施力 杯子会自然的被外推一点 这样会更好的取出 另外使用上有几点可以注意 第一个是使用月经碑之前必须先消毒 月经碑建议在经期时才使用 因为精血其实是天然的润滑剂 可以帮助月经碑的放入 如果是非经期时使用会比较干涩 如果你感觉你放入时候不顺利 可以搭配水性的润滑剂一起使用 新手一般需要至少两到三个经期来上手月经碑 一开始也可以先放个护垫来方便观察 来避免你没有放好的时候会弄脏你的衣物 月经碑使用的时候需要整个放入阴道内 你不用特地把那个手柄放在体外 以免产生那个异物感 进去结束的时候可以将月经碑放入干净的小锅内 煮沸3到5分钟来进行消毒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方便的话 其实也可以放入Milton的消毒碗 这样子就不需要使用废水 我使用的是这个Cherry Cup 他们采用100%最高医疗级别的硅胶所制成 这个级别的硅胶符合了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要求 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反应 而且它生产的过程中也没有使用任何有毒物质 或者是漂白剂 最重要的也不含乳胶的成分 不会导致人体过敏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月经碑呢? 其实我们选择月经碑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要评估个人的状况还有那个精血量来选择那个容量 每个女生的情形跟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要根据自身的情形来选择那个月经碑 Cherry Cup的话有三种不同的尺寸 分别是mini size1跟size2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差别 就是这个mini的话适合是月经量比较少 size1的话是月经量中等 size2的话是月经量比较多 Cherry Cup的话它拥有FDA的注册 其实因为用在自己身上而已 尤其是这种生理用品真的要好好的选择 另外我觉得是客服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新手对于第一次接触这种都没有办法好好使用 然后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客服又没有办法帮助到 所以如果你在选购月经碑的时候 其实售后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面 söyleye看一下 感谢观看